母女坐在一块对很多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 但对这对母女来说 她们是相隔了二十年才再次相见 而妈妈已经是癌症末期 这个团圆来得晚了些 两人在警局频频室累 这名长发的三十七岁女子叫小如 小时候家境辛苦 她为了找工作发生车祸 结果二十年来记忆全是空白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家在哪 还好她被好心人收养 不过二十年来她没有身份 家人当时将她通报失踪 还因为过了失踪年限被法院宣告死亡 直到最近她有了小时候的片段记忆 是一座公庙门口有两只石狮子 她凭着这些印象回到云林的小村庄找家 在村长和警方的协助下 小如和家人终于团圆 过了二十年没有身份的日子 曲折离奇 也算是死而复生 记者廖文斌皇祥父王诗涵云林采访报导 因此支持澳大人 具体质尽 candy 92iş 感谢观看